人家住的是真实法界,叫一真法界,我们住的是六道轮回。 一真法界在哪里? 一真法界就是六道轮回,六道轮回就是一真法界。 离开妄想执着的人,在六道轮回里头也住一真法界。 心念上起了妄想,分别,执着,在一真法界里变成六道轮回,这是事实的真相。 所以一定要清楚,一定要明白,断妄是断心理念的妄想,分别,执着。 心原本是清净的,原本是理念,没有妄念。 千经万论,无量法门,说书徒同归就是归到无念,归到清净心。 这是前面一再所说,执念不如敬念亲切。 一归真就觉悟,他为什么觉悟? 觉悟也是本有的。 马明菩萨说得好,本觉本有,不觉本无,这是,其性论,上讲的话。 本有当然可以正的,当然可以现前,本无当然可以断除,他本来无。 只要一断除妄想,执着的病,本有的般若智慧就现前,这就是,恍然大觉,自然就现前。 觉悟的样子是什么? 底下说出来。 勒达,明了,通达,没有障碍,万法一如。 到这个境界,你就正的如来。 大臣经上常讲的清净法身,你就正的清净法身。 清净法身现前,就叫如来。 金刚经,上说,如来者,诸法如意,你正的诸法如意,你就是如来。 诸法如意是什么? 万法一如,诸法如了。 如什么? 如其性。 法是相,相如其性,是如其理,这叫易如。 本是一真法界,六道,十界本是一真法界。 本无人我差别,由此可知,只要有人我的念头,一真法界不见了,诸法不如了,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,变成六道轮回。 你要问,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? 就是因为你有人我。 金刚经,上说得好,你有我见,我相,有我相,跟我相相对的是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全都起来了。 我,人,众,受是妄想,不是真的。 菩萨还要有我,人,众,受,金刚经,上讲,即非菩萨,那不是菩萨,菩萨决定没有四相。 不但菩萨没有四相,就本经而论,经上告诉我们,小臣出国须陀还,他也不找我相,这我相他就证不到须陀还果。 我们在,金刚经,上才真正恍然大悟,原来小臣出国也得要离四相。 由此可知,小臣四果,大臣菩萨五十一个果位,他的功夫都是离四相,离四见。 菩萨有这么多等级,就是离香的功夫有浅身不同,离香功夫浅的地位就低,离香功夫深的地位就高,一个方法,一个原理,一个原则。 纵然是修行的方法不一样,原理原则是一个,无论你是念佛,你是参禅,你是持咒,你修什么法门,方法不要紧,原理原则是一个,统统是离香离念而已。 如果不是在离香离念上下功夫,那就是不管哪个法门,你修得再好,你也出不了六道轮回,所修的变成世间有漏的福报,变成这个东西,决定不能够明心见性,也就是说,决定达不到万法一如,达不到这个境界。 所以必须要知道,所以必须要知道,佛与这些大圣大贤,在他们的境界里面,没有是非,人我,没有妄想,差别,所以人家才能证果,这是我们从经上得到的消息。 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,得到这个消息,我们对于佛菩萨相信不相信,如果真正相信,就得依这个原理原则去修行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,处世带人皆物之中,去学离四乡,去学离四见,那就对了。 怎么个离法? 我们在这个讲习里面讲的很多。 事实的真相,就是本无四相,本无四见,我们果然肯定,深信不疑,则万念冰销,妄想,杂念自然就没有。 还有妄想,还有杂念,换句话说,你四相,四见还存在,还起作用。 二十五,必须多读大臣,清净善知识,指示修学门禁。 首先要明了六臣等禁,为虚无实,不畏所迷。 知一切法为心,心外无法。 此事浅荡臣禁之方便,渐渐乃能凶无点臣。 则会光开矣。 纵有念头,一极为薄。 然后乃能断之。 必须多读大臣,清净善知识,指示修学门禁。 这一句不太容易理解,必须多读大臣,是不是把所有大臣经都搬出来读。 如果我们这样体会就错了。 多读大臣是多读一部大臣经,我奉劝诸位同修念, 无量寿经,三年当中一定要念满三千遍,叫多读。 不是叫你什么经都读,你就读乱掉了。 读一部经,一门深入,你才能进得去。 你要问什么道理? 你想想,我们修行的目的在哪里? 原理原则在哪里? 原理原则在离乡离念,的清净心。 你想想看,你念一部经心容易清净,还是念上几百部,几千部,你的心会清净。 这一笔不就晓得吗? 我们清净善知识,你想想看,清净一个善知识,心容易清净,还是清净很多很多善知识,心容易清净。 一个善知识,教你走一条路,两个善知识,那一条路我不赞成,我教你走这条路,三个善知识,他们两个人都有问题,我教你走这条路,四个善知识,把你摆在十字街头,无所适从,你走哪个好? 没路可走了。 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,读诵大臣,大臣经理选一种,一门深入,善知识清净一味。